美国人对航母的理解就是一个大型海上航空平台,只要负责好舰载机的运用就行。 至于区域防空、反潜等等火器,都交给护航舰艇完成,甚至指挥功能,都交给护航的巡洋舰。 这也是美国在建造大量伯克级宙斯顿驱逐舰的同时,仍然继续保留22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主要原因。 伯克级在舰队指挥能力上不如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。 这样一来,美国的航母不需要过多的雷达电子设备,自然也就不需要体积很大的舰导。 美国海军对航母的全甲板攻击推崇至极,而全甲板攻击的能力大小,主要取决于甲板上能够出动的舰载机数量多少。 所以美国海军恨不得把所有甲板面积都用来布放舰载机。 在美国航母历史上,甚至出现过无舰岛的航母设计,这就是40年代末的CV-58和中国号航母。 但是航母在牛,首先是一艘船,基本的航行能力是必须具备的。 虽然常规动力的烟囱可以靠边不治,甚至放倒都可以,但是没有较高的航海舰桥位置,航母的航行就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。 此外,舰载机的调度,起降控制,也需要人员站在较高的位置,才能更好地进行。 所以,完全没有舰岛也不行,还是要保留,但是尺寸越小越好。 为了缩小舰岛尺寸,美国人费尽了脑筋,把本来就不多的雷达电子设备还进行高度集成化,尽最大限度缩小舰岛尺寸。 这样一来,别说是小英级,就是比他早的弗莱斯特极舰岛尺寸都不大。 是